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不矛盾的 就是说历史决定和个人作用 并不存在一种冲突 两者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冲突的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方面 在有机结合上面强调这个方面 一方面揭示这个俄国 他要揭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他又要强调什么 无产阶级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 发展问题上的人动性 所以强调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观 实际上是强调两个方面 一个是强调历史必然性 另外一个是强调 无产阶级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 发展问题上的这样一个人动性 所以强调这个人动性 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出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他对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析 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 也就是对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分析 历史必然性的分析 那么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列宁特别的注意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就是他不同于西欧的这样一个特点 在这个特点上呢 列宁就认为 就是俄国资本主义 就是你要讲他的历史必然性 就要从什么地方讲呢 如果说这个马克思分析西欧的 西欧的这个资本主义 比方说以英国为典型 分析他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是不是从这个欧洲的最早的这样一个 这个他自身的这个经济形态里面分析 开始分析起是吧 包括这个恩格子讲的 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从他最早的家庭形式 他的细胞里面开始分析 那么列宁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也充分的要分析俄国他自身的发展 那么这个起点是什么呢 就从俄国农民春色的内部里面产生出来 不是这个民粹派讲 我们是农民春色的这个制度 那么农民春色 它是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 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形态 它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呢 它跟资本主义的是完全不相干的 所以列宁的他就认为啊 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呢 就是从这样一个春色的 这样一个内部形态里面产生出来 所以他就分析了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呢 是怎么从农民春色里面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里面呢 他抓住了两个要素 一个是社会分工 一个是国内市场 一个是国内市场 我们前面讲了啊 就是说这个国内市场呢 是马克思是把他作为 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内在 一个动力啊 就是从他的这个动力方面来分析 也就是说列宁呢 就把这两个要素啊 作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内在动力和条件 在这个分析当中呢 他的分析进程呢 从1861年的改革开始分析起 他说1861年的这个 这个农民春色的改革 那个改革以后呢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农民春色 我们前面讲了啊 就是说进行就是把他这个土地啊 原来全部是属于这个 中法式的这样一个经济 属于这个地区的这个储长所有的 就是中法共同所有的 后来呢 国家在进行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 就是说把一部分土地呢 就给到这个中厨的这个储长 就是给他们 然后把他们呢 叫他们呢 就是这部分土地啊 允许你去买卖的 你种植的全可以买卖 不是你们这个 宿主共同享有的 其他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 国家呢 就是哪一个来了 到这个地区以后 就把这个土地分给谁种 那么其他的土地呢 他就就说私有化了 那也就说一部分土地属于国有 还有一部分土地私有化了 那么正是从这样一个私有化的当中啊 就分立出来了 就产生了这个俄国最早的资本主义 所以列宁就分析啊 他说由于这样一个改革 农业呢 俄国的农业啊 就开始按照市场的产品 来区分农业经营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说既然你是用于把我这个土地私有了 那么我就要用这个土地 我肯定不能说 这个这么大片的土地 我自己种田自己吃是吃不完的 我一定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 而且这一个政府是允许的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土地的这样一个私有化 就带来了整个农业经营的一个分工 就是当时的这个农业经营呢 一个有大田卓业的这样一个系统 也就是土地耕作的 那么还有一个栩木业的系统 还有是个农产品的加工系统 那你要拿到市场上去卖 你必须要加工啊 所以除了这个农业 栩木业以外 那么还产生了这样一个加工系统 那么这样呢 就最早的形成了农业部门之间的分工 那么这样一个分工呢 就引起了农产品之间 以及农产品和工产品 工业产品的交换 就形成什么 一种商业性的农业的专业化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农业之间的 这样一个分工 那么这些都推动了这样一个 俄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就是俄国商品经济啊 就从此产生出来 形成了俄国的这个国内市场 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内市场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分空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呢 就使俄国的农业啊 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 不仅这个农业生产的需求依赖生产 而且它的消费品也依赖生产 就是说你这个农业的需求啊 我要根据市场来调配 市场需要什么 我农业就会生产什么 因为我要去换钱 这样它就是什么 如果你这个整个的生产 是为了自给自足 它是一个什么 封建的经济 如果是为了什么 货币 以货币为目比 它是什么呢 它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 所以实际上这个说什么 当它的需求依赖市场 它的生产也要以市场为转移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什么 它是整个的一市场 以货币为它的目的 所以这样它就从一个 原来的农业社会 就是说货币作为 整个生产的目的和出发点 这就形成了一个 资本主义生产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俄国的农业采取 列宁就分析 俄国的农业采取货币的经济形式 这一事实表明 俄国的农业已经采取了商品经济的形式 也就是说 俄国的农业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 那么随着这个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就引起了俄国的工业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这样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就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小商品生产 就是在农业里面发生的 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守工业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作坊式的 然后最后发展为大机器工业 所以列宁就分析 他说俄国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就表明俄国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 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 大工业生产 这就揭示了这个俄国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演进过程 演进过程 所以正是面对这样一个过程 分析了这个过程以后 列宁就说 这个春色的农村 就说春色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结构 绝不是特殊的结构 这个说它是特殊的结构 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 是民粹派的观点 列宁说它不是一个特殊结构 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结构 所以你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萌芽 天生的包含资本主义结构因素 所以他说 俄国春色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 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 基地 因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不是一个人为的措施 而恰恰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客观的历史过程 那么这就是说明什么呢 俄国的现代化 它不可能在农民春色的基础上产生 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 也就是说你的现代化道路啊 不能从你本身的农民春色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上出来 这就强调了什么呢 我们不是说嘛 这个马克思主义和这个自由主义一样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就是说你的现代化只能是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 这一点呢 就是其实马克思到晚年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马克思设想有一个 就是东方社会也有一个资本 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普丁峡谷 就是说你能不能跨过这个阶段 是一个设想 但是越到后来 只要你研究了这个俄国的1861年的这个土地改革 那么你会得出来 马克思自己也说 那你得出来 只要俄国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它的前景就是资本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 所以列宁呢 就分析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呢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 已经是资本主义了 所以你的现代化呢 不能够建立在俄国农民春色的基础上 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基础上 所以列宁 这样列宁就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自然的历史过程 不仅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避难性 而且还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就是他不同意西欧的特点啊 是怎么从一个农民春色里面 最后分化出来的 分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那么在这 这是列宁呢 可以说 在解答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分析 这样一个问题上呢 他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对民粹派的斗争当中 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曾经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啊 联合起来 就是他如果不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联合起来 就不能战成民粹派 但是在战胜了民粹派以后 马克思主义和这个 合法马克思主义呢 又产生了深刻的这样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呢 就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问题 就说俄国啊 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 那么俄国资本主义的前景是什么 这是他的第三个问题 俄国资本主义的前景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的观点呢 他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不同的 但是呢 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呢 马克思主义啊 又和这个合法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同的 合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了 这个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呢 是是俄国资本主义是俄国发展 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高阶段 就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啊 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列宁认为呢 列宁认为呢 就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应该必须要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必须要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不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高阶段 最高阶段 这样呢列宁就要认证 俄国必须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这样一个道路上啊 这样一个道路上 它的一个避难性和它的一种可能性 可能性 那么在认证这个道路的时候 列宁特别强调了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和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 理论的能动作用 为什么他在这个认证这个俄国 这个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斗争的时候啊 他特别强调 就是说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啊 必须包含双重的任务 双重的任务 就是说一个任务呢 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一个是民族主义的任务 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任务当中 民族主义的任务呢 他认为啊 就是俄国的这个融合地主 融合地主啊 会和资产阶级勾结 他分析为什么呢 他说当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 从农业 这个从农民春色的基础上 发展社会主义的 发展这个资本主义的时候 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世界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那么西方资产阶级 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走上了 这个世界化的这样一个道路了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呢 因为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男生物里面 创造出来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在国际上的这个 伴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全球发展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呢 也从西方转 这个转到了这个东方 这个时候啊 这个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在他资本主义 在对抗这个融合地主的时候 他的势力还很弱小 但是伴随他的无产阶级 很快也成长起来了 并且是和这个西方的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呢 连在一起的 他不是从他自身的 你比方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和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 发生是两个阶段是吧 前面是这个资产阶级 反对这个联合起来 作为第三等级啊 反对这个封建 这个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 然后才出现第三等级的风化里面 出现了这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所以他是两个阶段发生的 但是对于俄国来说呢 因为他是在全球化 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 向东方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像东方的这样一个渗透 或者这个一个侵占的 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 他是面对着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现代化的 这样一个压力下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的发展时候 当他的这个资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去推翻这个融合地主的时候 他自身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 已经发展起来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他就会摇摆不定 一方面去为了这个 一方面呢 他和这个融合地主有这个有矛盾 另外一方面 他又怕无产阶级取代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 他就会和这个融合地主啊 进行勾结 走上一条缓慢的改良的 这样一个现代化道路 那么列宁就认为 这样一条道路 对俄国的这个前景来说呢 就是说 面对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压力 你来不及了 你必须要迅速地发展 你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通过一条改良的道路 是太缓慢了 你抵御不了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资产 西欧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侵略 所以必须迅速发展 那么迅速发展是什么 就要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 就是打断这个融合地主 不让这个 不让这个资产阶级和融合地主勾结 就是让他迅速啊 推动他走上一条 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道路 相对纯粹的 就是不是用改良的方式 而是用革命的方式 走上这个民族主义的 这样一个道路 通过这个民族主义的改革 然后进到社会主义 进到社会主义 所以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啊 就要担负两重任务 首先是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 就是帮助这个资产阶级啊 去这个 也就是说 推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进一步进到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既然是俄国无产阶级 要承担两重的任务 所以呢 就要体现他在这样一个 革命当中的人动性 既然他承担了这两重任务 也就是说 他对于整个的俄国社会的发展啊 这种历史责任感啊 就要求他发挥他自身的 这样一个人动性 这就把人的这样一个 主观人动性啊 提到了第一位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列宁就强调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而革命的理论呢 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创造的 所以列宁说 如果要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呢 功能运动只会走上一条 公联主义的道路 就是自发的公联主义的道路 而不能啊 这个领导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不能使俄国呢 从一个民族主义的 这个通过 在完成民族主义革命以后 迅速的这个进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列宁分析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这个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啊 强调他的这个无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双重任务和革命的 能动性呢 和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啊 他的有机整体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他的有机整体观 既强调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经济的强调历史避难性 同时也强调他的意识的能动性 那么他也就是应用这样一种有机整体观 来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 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 他强调他认为什么 经济啊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社会形态 为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最高阶段呢 因为它是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所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呢 只能按照这样一个经济的事实而发展 列宁就说你这个客观主义啊 貌似客观 好像是客观 你是实际上你是不客观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这个阶级的斗争 阶级的利益 是这个经济发展必然性当中 不可算出的因素 你说这个社会的发展 阶级的发展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经济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整体 你阶级斗争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 列宁认为是不是可有可有可无的因素 所以你只有同时把这个阶级斗争 考虑到这样一个经济斗争里面去 那么你才能够客观的反映这个社会的发展 而不是一味的只讲经济的必然性 只讲经济的必然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列宁强调这个社会形态概念 强调这个在经济的发展客观必然性的时候 同时强调阶级斗争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客观主义 所以他说这个合法马克思主义 强调客观主义 只是貌似客观主义 就是说你是把什么 把经济从这个社会有机整体当中 把它冲向出来了 以为只有这一个单因素决定社会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社会 这个复杂的社会机体当中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 那么你同时还受到两大阶级的影响 而无产阶级呢 在这个当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 会对历史的发展起作用 特别会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会起作用 所以这样的列宁呢 就用这样一个观点有机整体观呢 也就是说用他的社会形态理论呢 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呢 在这个时期提出来 就是马克思的唯污史观 不是经济唯污主义 而是社会形态理论 而是社会形态理论 用这个社会形态理论的有机发展观 有机发展观呢 来批判 既批判这个民粹派 同时也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 强调这个社会啊 这个 这个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 和他的这样一个前景 这是他的一个前景 所以实际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个 接收这个当时十九 这个二十世纪初传入的时候 接收的也是一种有机整体观 你们可以去分析一下 就是他不是接收的这个 经济唯污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 这样一个理论 但是俄国资本主义上的这个列宁呢 还分析了这样 这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呢 可以说对俄国资本主义分析啊 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但这样一个特色呢 也决定了他对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的 这样一个分析 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 列宁的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呢 他是和这个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呢 他是和这个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呢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有本质的区别的 就是第二国际的这个思想家 他虽然对帝国主义下过不同的定义 但是不管他们是从金融的角度 还是从工业部门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卢生堡 从这个资本积累的角度 不管他们从哪个角度下定义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强调帝国主义啊 是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 一个量的延伸 也就是说他是资本主义形成走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起点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